大家好 有网友想要问我说 这个破底翻要怎么写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破底翻的意思 那破底翻的意思 他如果按照这个大陆的这个说明 这个他是说股价跌到了一个低点之后 然后呢这个反弹到一个高点 之后呢他所创了新低 创新低之后呢 反弹呢他可以突破这个前一波高点这个景线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破底翻 那破底翻要怎么写呢 我写了一个样本 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那首先呢根据刚刚那个图呢 我们先要去定义几个点 那这几个点是这个前一波的一个等于是最低点 还有这个波段的第二个低点 还有这个反弹的高点 好那这几个点要怎么定义出来呢 OK那这个就是脚本在这边 我们先定义最低点就是说 我们先设定一段期间 比方说是我设了这个30天 好那设了30天之后 我找到了这个波段的最低点 好了那然后呢我找到了这个波段的最低点 它是位在哪一根bar 然后呢我再去找说波段的次低点 那这个次低点呢它的写法呢 这边就是用了一个函数叫Swing Low Swing Low的意思是说 它呢这个 它是在这个波段里头呢 它是第几个低点 那我这里找的是第二个低点 而且Swing的意思就是说它两边呢 其实是各自呢有有隔了几根bar 那这样子才可以找到说它是破断的第几个低点 那我这里设的是 左边右边都各有五根bar 那这个这个参数的是 这个函数的参数要怎么下呢 这边是是有的 是有说明的 好那再来呢我就想说 那这个第二个低点呢 是在第几根bar也要把它标出来 再来呢是这个反弹的高点要把它找出来 那反弹的那个高点的第几根bar也要把它找出来 那我这边用的一样是类似的概念 就是Swing High跟Swing Highbar 好那这样子把这几个点标示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算呢 我们先要先确定就是说 这个前低的位置要在最左边 然后呢 波反弹的高点要在中间 然后呢 这个新低点呢 新低点呢 要在那个最右边 好这是位置确定 第二个呢是今天的股价呢 要突破这个最高点 好那这个最高点 因为我们这里用中瓜奥一 就是说 就是用前一天算的最高点 好是突破的最高点 再来呢这个反弹呢 我们还是算一下 就是说反弹呢 高点到新低点要超过5% 因为这样子就表示说 它这个是有破底的力道是够强的 然后呢 吃低点到反弹的高点呢 是超过3% 然后这个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股票给跳出来 好那跳出来的股票 它长什么样子呢 OK 这个是选股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说 像鸿海 因为这是前一天的 那就是 它是反弹之后 创低 然后呢 前一天这里突破颈线 好那这个任台也是 任台是这个 有没有那个 反弹然后又创低 然后到前一天突破颈线 好那 昨天呢 是有这一档 慧阳 它是 创低点 然后呢 这个到今天是突破了 它那个最高点的那个颈线 好那以上呢 就是这个破底翻的一个写法 那跟大家说明 那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说 我如果单纯用这个脚本去回撤 其实回撤的效果并不好 那可能还要再参考其他的 条件 好那这个就交给大家自己去开发了 好以上跟大家做说明